来看看这台湾的教育常常都被批评是停压式教育 对孩子学习造成阻碍 像是考试出题常常太过钻牛脚尖 让小朋友根本提不起兴趣 总罗府资政李嘉童 他就在脸书分享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目 他认为这个题目太难 老师根本在打压让学生失去信心 因为64 32的倍数 明明是假日却还得到补习班上数学课 台湾教育让不少小朋友喘不过气来 还被质疑常打压小朋友的兴趣 像是这个小学三年级数学题 你会不会回答呢 一整项的橘子平均分代装好 装完之后只剩下12344颗 到底这一整项的橘子最后是被分为三代 四代还是七代呢 你来算一算 三代 七代 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就是答错 连六年级的学长也想了很久 才想出答案 七代 四代的话这四个还是够分 那七代的话这四个就不够分 所以我可能是期待 总统府资政李嘉童教授 脸书分享这个橘子数学题 就说觉得这个题目 实在对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说太难了 老师喜欢考导学生 其实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 让学生对数学感到恐惧 句子的叙述 对三年级的来讲是有一点吃力的 数学成绩单只有二十六分 日前被一位父亲po上脸书 不过这位父亲得知后没有生气 还跟女儿说 这么高分啊 考二十六分的是你 我干嘛生气惩罚自己 甚至还比自己小时候考的六分 多了二十分呢 这样的对话让不少网友 对这位父亲大大的赞赏 但却有老师认为这样的鼓励 似乎用错地方了 不能给孩子一个感觉 就是说二十六分你还要值得骄傲 不能给他有这种感觉 而也不能够过分的责骂他 教育方式各有理念 但台湾教育考试出题 经常钻牛脚尖 让孩子提不起兴趣 反而对数学缠身排斥 不妨换个方式 让小孩从学习中找到乐趣 才能事半功倍 谢谢这人抓不死台北采访报道